大家好 老闆谢谢辛苦了 又是玩腰又是握手 金融市长谢国良 找来篮尾与在地明代 安乐市场败票 罢免投票前夕 最后冲刺 看到热门卡通图案姓名贴 谢国良不忘帮女儿买一组 塑造爱家接地气形象 因为罢免团体来势汹汹 10月13同意罢免 高举罢免谢国良旗帜 谢国良前脚刚走公民团体 后脚就来 市场里大街上发扇子温宣小物 加油加油 一票吧一票 太好了太好了 拆良顾良双方情势升温 公民团体素人对决 谢国良蓝营大咖 不止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台中市长卢秀燕陪车嫂 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将现身相挺 会不会担心这个 从韩晴姐展一票市场身上 基隆人士张开双手张开双臂 结成欢迎韩院长到来 并且也不会增加任何仇恨 市长是议员 甚至是立法院长都来到基隆 来去做站台 那我相信这些人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邦谢国良站台 都不应该是他们现在的第一个首选 10月3号罢免投票时间 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 除了同一票大于不同一票 还要达到选举人数四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七万七千七百票 才达罢免门槛 对抗固梁大会 拆梁团体 也找来霸函要脚 激进党张博洋 联电创办人曹新成驻讲 最后关头 双方全力催票 两树粉砖机器人 十一号晚间 PO出停梁团体群组 疑似招募 志工参加选前职业活动 讯息中写到 如果确定参加者 交通费每人一百元 甚至出席者还有便当 贴文一出引发走路工质疑 我们一共选过三次立委 一次市长 我跟我的竞选团队 都从未遭到起诉 或者是司法裁决有罪 所以我们不会去做 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有人要做 这样的事情 是明显违法 我想我也会请党部 稍后要去提告 谢国良否认号召走路工 不过截图内容 确实是挺揚正音 用尽手段 用尽方法大撒钱 去冲场他们的造势晚会 用钱去动员人民 来造势晚会 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行政中立 我们是自动团体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我们就会自动自发的出门 而从截图公布的会场位置 每一个区块都有负责任的单位 所以也可以明显看出来 其实今天晚上谢国良的那场造势 根本就是动力不来的 绝对不是民意的展现 对于选前一天 又爆出挺良阵营 招募走路工消息 基隆市长谢国良 气得要对不时谣言提告 因为在这关键倒数时刻 任何评论都有可能牵动选举结果 蔡林新闻林俊华蔡又贤 基隆采访报导